生即是不生,灭即是不灭,讲生讲灭,都是为心所现,就是妄想所产生的东西。 因借入相续留住变灭,并见五印十八戒十二入之相续相亦留住相,以事与沙拉间变现消灭,而不了一切生灭,即为自心所现,不解真常法,便一概只为断灭空,变灭就是生灭意。 离文之相妄想,复至以为,以离文之相,作同意诸佛所证之妄想,离文之相,就是离念境界,此为诸佛所证以法体离言过。 一贯大会,大会因事之故,我乃亦他经中说,若不能顿断,有无恶种邪见,则灵去遭忍我之有,卷须弥山之大,以断断不可起,寄遭无所有,且怀真上漫之断灭空见,入戒之许,大会,都无所有真上漫之空见者,是名为坏法者。 这个坏,坏事法,坏初事法,统统坏。 所以,清净到外道,会死得很惨,谈得上什么法生贿命啊? 彼,多于,既遭一切法之志向共向,为使有之邪见,因此恶于虚妄,此则以彼不能绝止一切法,为之心限量,故独见一切外法之性,所现无常之现象,皆以撒那间,便辗转变坏,并见五音,十八戒,十二路等� 相信,以留住之下,也是以撒那间,便现消灭,而因而以一切法,便一概之为断灭,而不了真常,不止一切生灭,皆是自心所现,彼等负以致辞,断灭空见故,而自以为,已经达于,以诸佛同正之离文之下的理念境界,故而作如是真上漫, 妄想,自明为坏佛总,断善根者,760 而十四尊义重宣,此义而说俱缘,有物是两边,乃至心境界,净除彼境界,平等心积灭,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有事系如如,如贤胜境界,无种而有生,生意而复灭,因缘有非有, 不助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语,因缘所及其,因何而得武,谁及因缘有,而复所言武,协见论生法,妄想既有,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系空即,有无二距离。 说而是四尊义重宣,此义而说俱缘,有无,那个就是会两边,落入两边,乃至心,这是指二之见邪心,所行的境界,都会落入两边,不是早有,就是早无,乃至心境界,乃至邪心,所行的境界,通通是落入两边。 那落入两边,净除笔境界,这个笔啊,底下不,两边就看得更清楚,净除笔两边,两边就是有了,净除笔,笔两边有的境界,这个时候,平等性即灭。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那一句话,你要好好好好的体会,就,四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句话,站在什么角度说的,就是站在万法空无自现。 一个颗粒为成,等同三千大千世界的空性。 为什么一级一切,一级一的? 一,其实就是绝对的空性。 一级一切,也是平等的空性。 一级一切,一,就是空性,空无自现。 一切,还是空无自现啊。 所以,平等心即灭。 在这里啊,还有一个附带的,就是,你这辈子要享受生命,只有用平等心的对待每一个人。 你才有真正的人生。 那么,如果我们不用平等心即灭,这种涅槃的心性。 那么,我们日子就会变成一种煎熬,痛苦。 因为能锁不断嘛,有高有低啊。 所以,平等心即灭,只要你放下有无的知见。 因此啊,在这个世界你拥有的东西,不必太高兴。 因为那是空性的东西。 你失去任何的东西,你也不必太过于伤心。 因为那是空性的东西。 对,关于延起延灭嘛,就随缘过。 就是不能,就是找不得。 有多少钱,享受多少福报。 强求的那东西,绝对不是你的。 你没有那个福报,那绝对享受不到。 享受不到。 这有一个年轻人,很有志气。 很有志气。 他的三十几岁啊,就做了自己啊,开了这个公司。 拼命啊,获得了娶妻啊,生了一年啊。 然后呢,计划好了。 我呀,赚了这钱以后啊,他确实赚了好几千万。 五十五岁那一年,哎呀,准备退休。 去检查。 得了癌症。 癌症啊。 然后啊,他本来要,要人生规划好了。 要计划带他的老婆啊,去跑遍全世界。 不会糊啊。 那,所以啊,钱赚走了你的生命。 钱,赚走了你的青春。 钱赚走了你的岁月。 钱也赚走你的体力。 钱赚走了你的一切。 所以我们在赚钱啊,这是一种妄想啊。 你付出多少劳力才得到那么一点点钱啊。 是钱赚走你的一生一世。 这样讲才对的。 啊,所以我们来探钱,我们可以有钱的呀。 对不对? 意思是钱,我看着很开。 哎,生活很自主。 我可以买一个便当五十块过一间。 我可以花五万块摆一桌。 喝了什么XO。 那一餐也可以吃掉五万。 啊,那么我们呢,生活那么平淡。 所以说,你看啊。 啊,后来这个人呢,死了。 癌症了,来不及了。 第四期了,来不及了。 啊,肝癌了。 太过操劳了,来不及了。 所以啊,我们呢,能够活一天, 就珍惜一天的法生慧命。 哎,所以时时刻刻有安详, 时时刻刻也知足, 你过这一天, 比别人过一辈子更享受。 你过一天的知足更安详, 比别人过一辈子, 从来是没有定过啊。 晃动啊,烦恼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平等心啊, 极灭啊,要好好的体会。 无取境界性啊, 灭非无所有啊, 有事细如鲁啊, 如贤胜境界。 这一段, 是在跟前面那一段呼应的。 外道先行恶法, 起贪嗔痴, 而说啊, 贪嗔痴无性, 不必受果报。 就是这个意思。 无取贪嗔痴, 意思就是先享受。 然后啊, 也不取贪嗔痴, 是有性啊, 他认为是无性啊, 断灭啊, 这种断灭啊, 并非真的无所有。 因为你要负因果的啊, 断灭, 并非无所有。 取这种断灭界呢, 并不是你真的很行, 就达到无所有的境界。 你说不必受报, 这是一种愚痴。 如外道啊, 有事就是有恶, 取这个邪恶的心啊, 取贪嗔痴啊, 是就是法。 那有事就是有贪嗔痴之事啊。 而自己说, 我啊, 了解贪嗔痴无性, 戏如如, 我心如如, 心如如, 心如如, 不动, 意思就是, 外道是说, 我心如如不动, 我可以造任何的恶事啊。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可是他真的那个如如吗? 自己讲的自己对。 那外道有邪恶, 取恶事, 取贪嗔痴之事, 而说自己啊, 实心如如, 妄言自己所证的, 跟三圣的圣贤的境界是一样。 这一段, 就重复前面那一段。 然后呢, 从无种而有生, 生于而又互落入断灭箭。 外道之因言法, 一下说有, 一下说无, 这些啊, 落入有无之见, 使不住我佛陀, 所教导的正法。 佛陀所说的, 延伸法是什么意思呢? 佛陀所说的因言法, 非外道所造作, 也不是佛所创造出来的。 非外道造作, 非佛所创造, 也不是神我, 非我亦非于, 也不是神我, 也不是其他的义因所造作的。 因为他本身啊, 没有一个造作者。 所以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啊, 其实是妄想。 非神我亦非于义因所造, 意思就是没有所谓能造作者。 而, 因言, 所及法, 因言所缘起, 延起, 之法呢, 这个法呢, 因言所及起的这个万法呢, 怎么可以说无的断灭呢? 怎么可以说断灭见能所说的空无所有呢? 这样就坏了缘起了。 所以, 因言所及起的法, 怎么可以说, 而得无这种断灭的角度来说呢? 他必须对因果负责咧。 然后呢, 谁及因言有, 怎么可以说? 啊, 谁言既及的因言法, 而起的实有, 就是直有见呢? 而, 傅说又说, 言, 因言本身不可得直无见。 这谁及因言有, 而傅说言无, 怎么可以说, 谁言既及因言, 而起的法, 直为实有, 而傅又说, 直落入无的断灭见呢? 而言无, 无就直无的断灭见呢? 以邪见人来论原生之法, 邪见论生法, 以邪见的人来论这个佛所说的因言所生的法, 是怎么样? 全部都是一致心所现的一种妄想, 既早, 不是早有, 就是早午, 而落入二见, 落入两边呢? 落入两边呢? 若知无所生呢? 若能了知一切法, 是无所生, 言生就是无生。 诸位, 十方三是一切佛, 讲一个共同的法, 就是万法无生。 一切法不可得, 无有少法, 可得, 无有少相可取, 无有少知少见可利, 无有少知少见可利, 无有一法可取, 无有一相不理。 一点点零点零零一都不行, 特地的理, 若能了知一切法, 此无所生。 此无所生, 此无所生就是本来就无生了, 意思就是万法本来就捏盘了。 所以, 诸位, 你能体会到出空向吗? 诸位, 如果你体会到出空向的时候, 你任何的时空, 你不会烦恼。 比如说, 你今天出去远足啊, 发发发发, 大家都发的面包啊, 发发, 你肚子也很痕, 来到你这里的时候啊, 突然啊, 他可能忘了, 跳过去了。 诶, 那你也不会起烦恼, 因为空无自信, 一切法无生。 诶, 阿姨, 马上就起烦恼了。 当你用空性的心, 别人对待你怎么样? 你无所谓。 你不在意别人, 会对你有投以其事, 因为你的心是解脱的。 你身心都开始改变了。 哦, 创造新生活了。 身心起大变化了。 哎呀, 太好了。 所以啊, 有一面过来的, 这些年轻人, 哎哟, 我看了会你的网站啊, 我身心起的大变化。 嗯, 不错, 不错。 一复无所灭啊, 一切, 一切法啊, 本无生灭啊, 得如是智慧啊, 怎么样啊, 官慈系空极。 官慈, 官慈啊, 系空极, 也就是啊, 如果能够了解一切法, 实无所生, 也无所未灭。 为什么? 不生不灭, 就是涅槃。 一切法, 本之无生, 也本之无灭。 一切法, 当下就是涅槃, 得如是智慧。 官慈系空, 空极就是涅槃。 寂静的心, 你就找到生命的, 波勒智慧。 波勒智慧。 波勒智慧, 一正的一切法无生, 你哪里, 都是智慧啊。 什么东西可以难得到你? 什么东西可以难得到你? 你在公司行号, 对不对? 上班, 上官, 诸法相, 一地一地而不动。 你在任何一个团体都一样, 法师证得第一地, 你在哪一个道场挂单, 大家都欢迎你。 你的心极灭的东西啊, 你会跟人家惹事生非吗? 不可能的一个证得第一地, 空姓的人, 怎么会跟人家惹事生非呢? 一个证得空姓的, 这个在家居士, 哪里的心都是漂亮的不得了, 都非常的漂亮。 哪里, 不管你走到哪里, 大家都欢迎你。 可以过。 观此系空极啊, 有无, 恶见啊, 距离啊, 有无, 有见无见, 通通离啊, 当下顿悟啊, 路不生不灭的, 如来葬啊, 谁不欢迎你啊。 所以啊, 我们了解, 生命最大的富有, 是般若智慧。 千万方向不能搞错。 诸位啊, 一个人啊, 身体啊, 身上啊, 没什么, 没有什么金钱, 可是他拥有大, 波勒智慧啊, 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没有人比他更快乐了。 啊, 当然话讲回来, 有钱是更好。 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嘛。 是不是? 诶, 当然是附带了。 记得, 波勒智慧底下, 附带的任何的东西, 都不会动摇他的本性本性。 啊, 波勒智慧附带任何周边的东西, 正报一报, 都不会让他起心动念。 啊, 他知道啊, 啊, 万法啊, 这个是天地之间的, 唯我所用啊, 非我所有。 一切啊, 都是暂时用一用啊, 用一用啊。 主事, 乃之心境界啊, 乃之一切邪心所行之境界啊, 皆落于两边。 净处比境界, 平等心即灭, 净处比两边之境界, 则大义诸法平等, 而心心即灭, 无取境界性灭, 非无所有, 彼以外道遂行恶法, 而妄言无取贪嗔之境界之性, 如是断灭之间, 并非真无所有, 无所着的极灭境界啊。 有事, 系如鲁啊, 如贤胜境界, 彼即凡所有彼所取着, 之贪嗔恶事啊, 系皆是如鲁境界, 并见言其所行者皆如三圣, 贤胜之境界啊。 啊, 圣人呢, 跟他不一样, 圣人对英国法是绝对负责的, 是一种负责任的生命观啊, 佛法是负责任的生命啊。 啊, 佛是实践家, 也是教育家, 他又是一个绝对负责任的人。 啊, 佛陀啊, 无种而有生啊, 生已而复灭, 若言从无种而有一切法生, 生已而繁复若于断灭, 因言有非有, 不助我教法, 并即因言所生法, 唯有或者是无, 笔即不助于我所教之正法, 非外道非佛, 非我亦非以, 我就是神我, 我所说之原生法者, 非外道亦非诸佛所创作, 非神我亦非其一亦因所造, 因言所及其因何而得无, 乃因这乃因正因言, 自所积极而生其, 如是所起之诸法, 因何而得言空无所有, 而落入断灭间呢? 谁即因言有, 而父所言无, 谁言, 既即因言而起之法为有, 只为实有的意思了, 又乎说, 诶, 见到神灭的地方, 又说是断灭的无,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谁怎么可以说, 因言法, 因言法所起的法, 是实有法, 又有的人, 却只为断灭之箭, 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讲, 就是早有箭早无箭啊! 邪见论生法, 妄想既有, 以邪见人, 来论这个因言所生的法, 通通是偏啊, 妄想既造其为有, 或者是无, 以贯, 而是世尊一重宣, 此意而说俱缘, 只有一知无, 是落于两边, 不入正道, 乃至一切心所行之境界, 一切落于两边, 若净出比两边之境界, 则达以诸法平等, 而得心心极灭。 那, 心心极灭什么意思? 就是念念捏盘啊! 每一念, 都达到捏盘的境界。 然比外道, 遂行诸恶事, 而望远, 无取贪嗔痴境界, 只信, 如是之断灭, 恶见, 并非是真, 无所有, 无所作之极灭境界, 彼既凡所有, 彼所行恶事, 细皆是如如之境界, 并见言彼所行者, 未如三圣贤, 甚至境界一样, 彼若言从五种而, 一切诸有生, 生已而后, 还复归于断面, 并指一言所生法, 为亦有亦非有, 如是记者, 这揭不住我所叫的正法当中, 我所说的延生法者, 既非外道亦非诸佛所创造, 非神我亦非其亦因所造, 所造无有作者, 那由正因言之所聚集而生起, 如是所起之诸法, 因何而得言一切, 空无所有, 谁言既即因言起之法唯有, 只为实有, 而父又说, 因言所法, 因都是生灭, 而只为断, 断灭的无, 此为以邪见而论, 论缘, 生法, 潜移至心所现的妄想, 而记着其为有, 或者是无。 若能了知一切法, 此无所生,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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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自空即, 本性 你那个法讲出来 流露出来的 会有偏 不是佛所讲的中道法 所以因此 有时候 这个人在讲法 可是他如果不见性的时候 他所说出来的法 完全是自己用 自己猜测的意识心 所猜测的 所谓见性法 是如实见 如实说法 而不见性 他所说的法 就用大概 可能 或许 翻识 差不多 所以 我还是鼓励 这位法师 一定要见性 因为你这个佛的心 你才能够领悟 你自己有所体悟 你才有办法 说给别人听 是不是 佛法 不但 不可以 有二字箭 邪箭 同时也不能 盲修下恋 不可以盲修下恋 那么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末法这个时代 大家都求个方便 求个快速 放生有功德 一窝蜂的 去放生 在前几天 有一个人 一面过来 大陆的 他说 我们要放生 我们要放生 功德无量 你千万不要拿下这个钱 磕入这个光盘 放生的功德 多大多大 救度山途的众生 畜生 他说 科禄的光盘 也太耗 太耗这个资金了 我不知道要哪个赢 我待会再来问 看看 讨论 看看 别人哪个回答 这个就受到 有人影响他 把放生 当作是 佛的本物 家物事 所以一面 现在 什么状况都会发生 什么情形都会有 都会有 因此 他叫 你不要印 印这个经典 你不要印 这个科禄 这个光盘 你看 所以 他认为放生 是最重要 我们认为 法是最重要的 七六三 二十日 大会菩萨 护白 回眼 这四尊 为应 为我 及诸菩萨 说中通相 若三分别 中通相 者 我及诸菩萨 通达四相 通达四相 以 速成 阿尼多路 三秒 三菩提 不随 结想 及 众谋 外道 说 二十大会 菩萨 护白 佛言 说 世尊 为应 为我 及诸菩萨 说 中通 中通相 中通相 这个意思就是 自悟 心性 自觉 甚至 中通 中通相 就是通 佛的心中 叫做中通 那么如果 颜讲 弘扬 佛所讲的九部经 或者是十二类 十二部经 那是说通 中通 若三分别 中通 者 意思就是 三分别 诸佛的心性 我及诸菩萨 通达四 佛的不生 不灭的心性 通达四相 以 通达了 无上大波 涅槃的 不生 不灭的心性 速成 阿尼多路 三秒 三菩提 你看看 你就是 是不是 见性 才能成佛啊 通达四相 以 通达什么 四相 通达佛的心中 通达佛的 那一颗 本性 本性 就能怎么样 速成 阿尼多路 三秒 三菩提 你看 经典 随处 都在告诉你 开悟 见性的重要 不随 觉想 不随 虚妄 的一种 知觉 一种思想 以及 落入 众谋 以外道 众谋 跟外道 什么 就是 二知见 义贯 而是 大会 菩萨 护白 佛言 是尊 唯愿 是尊 为我 及诸菩萨 解说中通之相 若能 分别中通之形象者 我 及诸菩萨 便能通达 是中通相 若通达 是相语 便得 速成 阿尼多路 三秒 三菩提 而不随足 一切 虚妄 知觉 思想 提 若众谋 及外道 二见 佛告大会 地听 地听 善师念之 当位如说 大会 白佛言 为然 受教 佛告大会 一切 身文 圆洁菩萨 有两种通向 为中通 及说通 说通 当然就是言说 言讲 言说 十二不经 所以一个法师 要通两种 中通 能自立 说通 能立他 你一个法师 能够对心性体悟 可是你 不会说法 那不行 所以你还是要解 跟行 要并重 尖叫不通 是不行的 尖叫不通 你怎么说 你叫每一个人 都像你这样开悟 又做不到 是不是 你自己开悟了 是中通 但问题 你也会说法 不说法 别人怎么误 所以 中通 即说通 中通 说不通 是怎么样 说通 然后中不通 也不行 都落入 一个角度 没办法自立 也没办法立他 接下来 全论 都要修行 第一 先要悟自心 自心就是本心 本心就是第一心 第一就是本心 所以 能切经 就是成佛的灵门一角 这个达摩大师 西带 这一本能切经 来到汉地 说如果有人 有因缘 碰到能切 能切经 这本经 说能够 无量 无边的众生 能解脱 无量无边众生的心 这所言不须啊 第一 要先悟自心啊 因为佛与众生的一体同源啊 无恶无别 心外了物片事可得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 心外了物片事可得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万经啊 本来就如幻的东西 这些像的东西 本来就不可得 叫做 无片事可得 像像本空 像像本质涅槃 这句话 心外了物片事可得 若一吃自物心 而住自节地 入圣之门 这便是中通相 有中通相 就是通佛心中 第二 只要善通达佛 佛所说的法 了达都是随众生根据 一乐而说 入子提前 小孩子哭哭的时候啊 拿那个树叶啊 当作钱啊 给他啊 好啦不哭了不哭了 这个钱啊拿去买唐堂啊 除导入一切 除导入一心外 实在 停一下 无失法于人 这句话要这样念 十 无失法于人 十无 失法于人 也可以这样念 实在是没有 失法给人家 而一心者 一佛圣也 以失法界 其同此一心缘 是故佛说 我但说一圣 如是通达 即是说通相 有佛答 中通之问 而家说通的原因 在于 中是说之意 说为中之权 权就是捕鱼的 叫做足气 捕鱼的足气 叫做权 就让你抓鱼的 意思就是说法 也是为了让你悟到第一地 其目的在 令听者因权而得意 有说而达中 然后得意以忘权 达中而忘说 达到佛的心 而放下所有的语言 叫做达中 达佛心中 而放下 忘说 就是忘掉 放下所有的语言下 前忘而默契 本心缘 什么是默契呢 气路不生不灭 不再以缘 再者 说三圣有二种通向 以三圣入真 莫不由之 所以说一切 声闻 圆洁菩萨 有二种通向 大会 中通之为 圆智德 圣静向 远离言说文字妄想 欺无漏界 自觉地自向 远离一切虚妄 绝想 降服一切外道众某 言自觉去 光明挥发 圣明中通向 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我简单把它解释一下 大会中通者 为圆智 智就是智内生 自己的内政 而得殊胜的镜像 也就是智慧大开 智慧大开 远离言说文字妄想 对 远离言说文字妄想 有什么好处的 就是 人家说你好 你如如不动 因为你言说妄想 人家说你坏 你也是如如不动 因为你已经离言说文字妄想 只作为言说文字妄想 就会像大象陷入泥沼 怕不出来 换句话说 你不要因为别人的语言 文字 而起烦恼 或起欢喜 最大的欢喜 来自于那颗涅槃的妙性 其也来自于年轻的深处 为什么 目向外求 所以当你离言说 语言文字的时候 你这个日子就很好过 欺入于无漏界 自自觉地 自正之相 远离一切虚妄 自觉观想 想回一切外道咒谋 原自觉胜去 这种智慧光明会发挥出来 是名中通相 文字都简单了 注释 原自得圣经相 原自得 原自内生正德法 圣经相 殊胜圣经之相 取无漏界自觉地自相 其无漏界自自觉地自正之相 远离一切虚妄 远离一切虚妄 觉想 觉想是觉观之意 直接观想 原自觉去光明挥发 远自觉圣气 智慧光明挥发 一贯 这大会 中通则 原自内深圳的书胜圣经之相 远离一切圆说及文字之妄想分别 其入无漏界 这句话才告诉你 说了圆说 你一定要入入不动 你的心情不要受圆说下 你的心不要受语言文字而影响 都一直抱着入入不动 你便欺入无漏界 无漏界的人 就不能受到圆说文字影响 自自觉地自正之相 所以学佛要有保认的功夫 保认的功夫 叫做 叫华言经讲 叫做掌养圣胎 保认的功夫有多重要 你既然知道 言受相不可得 语言相 文字相不可得 音声相也不可得 好 那就保持这个乌肉的真乳 可是呢 因为习气种子太强烈了 所以要保认 保认就是 就是吴祖讲的 守本真心 是修行第一药法 原来就是要坚持 入入不动 不能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法就是 单刀直入 就是欺入入入不动 没得好讨论的 语言来入入不动 文字来入入不动 音声来入入不动 无漏马上就先前 你也不会去好奇 别人发生什么事情 别人讲什么 你也不会去想探听人家的隐私 也不会想要去了解 跟人生事也没关系 如果有人讲给我们听 打哈哈就好 自自觉地自正之相 远离一切希望 自自觉 观想 降乎一切外道 其众谋 原自觉盛趣 智慧光明辉发 是名为中通之相 全论 自中通相可谓顿修顿正者 亦可是实地以次地 断正之相 原自得为出地之形象 圣经相为二地之形象 远离言说文字妄想 其无漏界 自觉地 自相 远离一切虚妄 觉想 此为三至九地之形象 降乎一切外道 众谋 为等节后心 及妙节之形象 原自觉盛 光明辉发 为达到福地之形象 银河说通相 为所久不 种种教法 离义不义有无等相 以巧方便随顺众生 如应说法 令得度脱 是名所通相 大会 如极于菩萨 应当修学 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所通相呢 这个就是劝导法师了 你都要够了一条 三藏十二部经典 好好的看 好好的阅读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红法的法师 或者是平常跟人家交谈 你不能说 讲到任何的法 你一句都讲不出来 就像戒律里面讲的 出家最怕亚羊生 亚羊 羊 我们山上吃草的那个羊 亚羊就是 羊像亚巴一样 不会说 没办法向人说话 叫做亚羊生 至少你得能说两句 换句话说 说通 这句话就告诉你 三藏十二部经典 还是挺重要的 说九部 种种教法 九部就是 佛把大赞经 总共分九类 那么有的人 把它分成十二类 三藏十二部的意思 三藏经历论十二是指十二分类 不是十二本经 三藏十二部 是把它分成十二类 这在我们文书讲堂 刚成立后 先上这个十四讲表 这个十二部经就有莫写过 所以九部就是指九大类 种种教法 义 不义就是义有 这当然就是义不义有 这个是四句 四句的妄想之相 以善巧方便 随顺众生 如应 应就是必须应激说法 应激说法 令得度多 是名 说通向 大会 如及一菩萨应当修学 诸四 九部种种教法 就是九部经 乃是佛经 内容之九种类别 一 修都罗 就是七经 二 七夜重颂 这个在十四讲表已经讲过了 三 何切尔罗多纳 就是寿祭 四 切头就是古其颂 第五 就是幽托那 就是无问之说 就像弥陀经一样 六 一地目多切 就是本事 七 就是四托切 本身 第八 就是皮肤裂 就是方管 第九 阿弗陀 达摩 然后 这就是未曾有 有的人 翻译成阿比达摩 未曾有 如应 说法 应 有恶意 一就是当 为应于合法得度者 其所合法而度托之 二 相应 为每个人 既有其不同之根基 或者是性 根性 还有欲 欲也不是指欲望 是指他的需求 他要什么法的意思呢 因此 其所相应之法 便怎么样 各个差别 菩萨 即如其所相应 而为之说法 一贯 因何 为说通相 为言 说九不经等 种种教法 而离于意 不意 就是离于意 有无等 这是具妄想之相 而以善巧方便 随顺众生心 如其所相应者 而为之说法 说法不相应 不契机 就不要说 令得度托 是名为说通相 大会 如其其诸菩萨 以此恶通相 应当修学 这句话就告诉你 解 行 是并重的 一体两面的 因此说 说通 你必须要能够听经文法 才能够说上几句 所以不听经文法 你自己也有没办法 开佛的智慧 你说不出 虽然 接下来 全论 此皆为解释 三圣所共通的 如来之教法 虚空言无定体 随其已成方圆 相同的 法为十一圣 然为应激 而成小大等三圣 因此善说法要者 必须先善达法体 法体本离言以无言 义以不义 乃至于有等见 一切记理 然后 以此离言之处 用巧方便 唯妙便才以无言之言 随其而说 另称三圣教法 渡生死何至解脱案 既抵御案 便使法而上 这便是说通 所以所有的说法 都是要你 切入心性的第一地 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说者 以听者 若真能由文教而观心 妄言而弃正本心 而达佛心中 便是因说 以之中 以中 而达说 如是这自修 以教他 具得圆满 而十四尊义 从先此以而说具圆 中即说通向 原自以教法 善见善分别 不随诸觉想 非有真实性 如一副妄想 迎合其妄想 非性为解脱 观察 观察 诸有为生命等相续 增长于二剑 颠倒无所知 一是为真理 无罪为涅槃 观察 是妄想 如换梦 芭蕉 谁有贪会吃 而时无有人 从爱生 诸因 有皆 如换梦 说 二十四尊义 从先此义 而说具圆 中 以及说 通向 中通 还有说通 这两个 原自 以教法 原自得法 自就是自己 心性 有所体悟 通佛的心 原自得法 这个就是中通 还有九部的经教 这个就是说通 教法就是说通 原自以教法 原自得法 就是中通 九部的教法 就是说通 善见善分别 善见就是中通 善分别就是说通 善见自己的心性 善分别佛陀所讲的法 所以中通 然后善见就是中通 善分别的就是说通 不随 不随 诸 绝想 不随 遗父 还有外道 的 知己 还有观想 非有 真实性 一切法 都是 元起如幻 并没有 真实性 都是空无自信 如遗父 妄想者 就像遗父的妄想 在妄法当中 迎合遗父 而起妄想 妄法本来就 空无自信 而遗父 却不知道 意思就是在 万法本来就空无自信 迎合遗父 遗 万法当中而起 种种的妄想 实在是不好 非性 为解脱 这句话 又在描述前面的 先取贪嗔痴 又认为贪嗔痴 无性不必受果报 这种恶极空 又把以为当中 这种角度叫做 当作解脱 就像圣人一样的解脱 所以非性为解脱 就是解释上面一大段 就是外道 先取贪嗔痴 又说一切 都没有果报 其断灭间 这种恶极空 误认为 又跟三圣的 圣人解脱的法是一样 所以非性为解脱 就是解释 前面一大串的道理 观察 主有为 外道 观察 众生 指主有为之相 然后看到 怎么样 若生若灭 等相续 看到 有的法 生 有的法 灭 生生 灭灭 灭灭 生生 怎么样 增长于 常见和断见的两种 二见就是常见 还有断见 一切反复 都是因为颠倒 对真理不了解 无所知 所以过得很累 很辛苦 一 是为 真理 果然 果真 是入于 如果是真的入于 诸法平等 一就是一项 如果你真的修行 达到了诸法平等 一项 是为真理 是为真理 这是 利于有无的 利于有无的 真理 当然利于有无 就是正的万法 空无自信 这个时候 就是无上大不涅槃 无上大不涅槃 无罪可得 也无福可利 本来就无罪可得 也无福可利 这个就是 佛所正的 无上大不涅槃 意思就是 空无自信 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果真 入于诸法 平等 一项 这个就是 真理 那么真理 是真的 连真的要理 我正的万法 空无自信的时候 无罪可得 也无福可利 这是佛所正的 无上大不涅槃 接下来是 以如来的智慧 观察这个世间 一切法 都来自于心中的妄想 所现出来的种种 观察 是妄想 就是如来 用智慧来观察这个世间 一切法 这些世间的一切法 都是妄想所现 简单讲 什么是众生 不离妄想 所有的妄想 都来自于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如幻一切法 如幻 如梦 如芭蕉 是没有坚实的 如芭蕉 是很脆弱的 也就是说 人随时会死亡 人随时会结束 你的生命 还有正报 一报 也就是说 上仓 可以让你一夕之间 可以赚了好几亿 但是上仓 也可以让你一夕之间 让你全部破产 看你碰到什么 云言 有没有福报 所以 诸位 有福报 还得要有那个命 也不然你享受不到 对不对 刚好赚了一些钱 想要去享受 不晓得 一切法 如幻 如梦 如芭蕉 为什么叫芭蕉 芭蕉 一折就断 种过香蕉 人就知道 听说 吉山静静 这 吉山静 这 芭蕉 一点都不坚实 所以 贪会吃 三界 看起来 好像有贪会吃 三毒 这因言和和之相 但是 你好好 观照 时无有人 根本你找不到 能做的人 因为每个人 都无印皆空 一切法都无我 哪来的贪嗔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连我都没有 哪来的贪嗔痴 贪嗔痴 当然就是无性 就是你忘直 而起贪嗔痴 意思就是 你心中起这个贪嗔痴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心中起这个贪嗔痴 这个妄想 是来自一颗无名的心 就是对真理不能体悟 而是无有人 无有人就是无我 无能做之人 而这实在是 照见无印皆空 怎么会有人呢 有罪就有福 那我就是有生死法 连无都没有了 生死法就没有了 我们生死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过去爱意而生 今天的五因 从爱生诸因 从这个过去的爱意 而生今天的五因 射受想行事 有皆如患梦 只要一切有违法的相 正报也好 衣报也好 其实皆如患梦 这句话在告诉你 三餐过得去就好 日子过得去就好 不要有太多的责持 不要有太多的期盼 注释 原字以教法 原字得法以九部经教法 原字呢 就是中通 教法就是说通 善见善分别 以此二则 若能善之见 善分别 善见就指对中通而言 善分别 只对说通而言 非有真实性 如一幅妄想 一切诸法 非有真实之性 真实之自性 如一夫之所妄想者 768 以何其妄想 非信为解脱 既然诸法 皆无实自信 为何一夫 还以其中 其种种妄想 妄去贪嗔痴性 非信 为解脱 非信就是不必受果报 忘记贪嗔痴 又说贪嗔痴无性 观察诸有为 生灭等相细 这是解释为何外道 会取贪嗔痴性的原因 因为他们观察 外诸有为法 见其有若生 若灭等相细之相 而以见种种相生之处 便记为常 见相坏灭处 便记为断 增长于恶剑 颠倒无所知 若是则徒增长于断肠 有无等恶剑 若亦颠倒妄想 亦正因言 毫无所知 亦是为真理 无罪为涅槃 以诸法一向 相对于上面所言的恶剑 无罪 既无罪性可利 则也无福可利 无罪性可得 也无福可利 若有福 则必有罪 有罪 有福 则是生死法 罪福不利 无有一法可得 因为万法空无自信 而法界一向 究竟清静 是为无上 大不捏盘 观察 是妄想 如幻梦 芭蕉 一如来政治观察 世间 则见一切 皆是自行妄想 有如幻化 梦是 一如芭蕉 只无坚实 意思就是 我们的生命 是很脆弱的 邪火 是不能等待的 要及时 开采你的法身 慧命 及时行善 因为生命就像 芭蕉一样的脆弱 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虽有贪会吃 而食无有人 无有人就是无我 也就是无有能作者 为虽有贪生之善 德之相 因言合合而现 而食无有人 以其中造作 以原生之法 生为原生 灭为原灭 非观于人 世中也无有人 无有能作 所作 从爱生诸因 有皆如幻梦 是故从爱意 而生之现在的五因 以及一切诸有为之相 皆亦如幻如梦 虽亦有无 769月 第三行 《义观》 而食世尊 欲重宣此义 而说句言 若亦中通 即亦说通相 原自正 于九不经之教法 凡此 皆能善之见 与善分别 即能不随一夫 外道之处 忘觉与妄想 一切诸法 皆非有真实之自性 如一夫之所 妄想者 诸法 即无实自性 愿何 就为什么 这些余父 人横起颠倒妄想 而取贪嗔痴性 为非性 多而取空间 却以至为解脱 其所欲 三度性 非性 而以为解脱者 未必观察 外诸有违法 见其现有 弱生 弱灭等相续之相 而之为断肠 因而增长 一断肠 有无等 恶边之妄见 此 皆由妄想颠倒 于正理 毫无所知所致 当之诸法 一向 视为真理 利有无等恶法 无罪 无福 之可利 可得 方位无上 大涅槃 以如来之 政治 观察世间 则见一切法 皆是自性 妄想所现 犹如幻化 如梦中事 犹如芭蕉 其中无有坚实 三界 所有贪 会吃三度之妄想 你因言合合而现 而时无有人 无有人 于其中造作 事故之人法 皆无我 因此 从爱 欲而生的 诸因合合之身 乃至 一切诸有之相 世界如画 如梦 里有 七七零 第三行 今晚 而时 大会 菩萨 白佛言 世尊 唯愿 未说 不识妄想象 不识妄想 迎合而生 所何等法 明 不识妄想 于何等法中 不识妄想 佛告 大会 善哉 善哉 能问 如来 如是之意 多所饶意 多所安乐 哀悯世间 一切天人 地听地听 善师念之 当未如说 大会 白佛言 善哉 世尊 为人 受教 说 二十大会 菩萨 白佛言 世尊 唯愿 唯说 不识 妄想 之相 这是第一点 希望 大会 总共有四种问题 第一 问 希望 唯愿 唯说 什么 叫做 不识 妄想 之相 第二 不识的妄想 是迎合而得生 是怎么个生起的 不识的妄想 到底怎么生起的 第三点 说何等法 明不识妄想 是哪些法 是属于不识妄想 之体呢 妄想本来就无体了 就是啊 那么说何等法 为不识的妄想 第四点 哪些 以何等法 就是哪些法中 有不识妄想 意思就是 在哪些法当中 有不识妄想产生 这个是妄想所依处了 就是妄想 到底一和而生 与何等法 在哪些法中 有不识妄想 的生 而生起 这个是妄想 所依处了 佛高大会 善哉善哉 能问如来 如实之意 多所饶益 多所安乐 爱命世间 一切天 人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 但未如说 大会 拜佛言 善哉世尊 为然受教 全论 穷妄 方可显真 穷妄 就是穷尽 一切妄想 真心就显现出来 因此 大会 再次 以穷救 妄想之相 以达 离妄之本源 此处 共有四问 第一 为应 为说 不识妄想相 此为总问 问妄想之总相 第二 不识妄想 迎合而生 这个是问妄想之声音 大会 意为 若说不识 则因 无有生 然 现在有生 到底其声音 为何 第三 说何等法 名不识妄想 此问妄想之体 既然说不识 那么应当无体 然 却有种种法相 名为妄想 因此哪些法 是属于不实在的妄想 第四 于何等法当中 不识妄想 此为问妄想之声处 也就是说一处 世尊 于一下 将一一回答 这四问 因为你不穷妄 就无法显真 就是把妄 找出来 如何来放下它 一贯 而是大会 菩萨 白佛言 世尊 为愿世尊为我解说 不识妄想之相 此不识妄想 因何而得生起 此说何等法 这哪些法 名为不识妄想 以何等法当中 有不识妄想生 佛告大会 善哉善哉 能能问 如来如是之意 此将多所饶意 多所安乐于众生 如来为 哀鸣世间之一切天 与人 而问此意 地听地听 上师念之 我当为如解说 大会 白佛言 善哉 世尊 为难受教 七七一 中间 经文 佛告大会 种种意 种种不识妄想 记着妄想生 大会 色所色记着 不知自心限量 极度有无见 正常外道见 妄想习气记着 外种种意 心迅速妄想 记着我 我所生 佛告大会 种种意 这个意有三种 意就是外境 就是法 就是相 这个意 含有三种角度 意就是相 就是法 就是境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在种种 种种相 种种境 种种法 这样讲都对 佛告大会 以种种意 也就是种种法 种种相 种种外境 其种种不识 这个不识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攀缘的意思 心 着境以为识 而就是攀缘 这种妄想 分别 与种种外境 意就是外境 其种种不识的攀缘 妄想 分别 接下来 更麻烦了 远外境以后 又执着 记着 意思就是 心严禁以后 就横身执着 意思就是 没有任何的理由 莫名其妙的执着 莫名其妙的掉进 无名的坑洞里面 分别执着 这个心 就是割舍不下 所以 不识地攀缘 妄想分别以后 心严禁以后 横身执着 怎么样 妄想又献起 记着妄想身 这大会 色就是能色心 所色就是所至净 记着 能色心 所色净 如此的 能所 主观客观 这样相互的 一直记着 这问题出在哪里 不知自信限量 而从来不觉知 为之至今所限之量 所以 我们从出生 到老死 如果没有佛陀 来教我们 那是违心限量的境界 你所执着的 其实执着你那颗心 糟糕 没有任何人 能够觉悟 这样子的话 不知 为自信所限之量 这样就会 堕入 有见 和无见 那么有见 就是凡复跟外道 就会增长 外道的恶见 更糟糕 底下来更糟糕了 这样 妄想习气 既遭外种种意 这是为什么 这样讲糟糕呢 有无事无名 这无事无名 妄想习气 偏既遭有 外种种意 意就是净了 认为有失法可得 这句话 很可怕的 意思就是 又无事无名 这种妄想 习气跟种子 是没有理由的 一直执着于外境 这个六根 所执着的这个六境 意就是净 是从来没有停止 认为有失法可得 所以不幸的事情 他就会 一直 一直 现前 一直现前 一直现前 所以啊 得不到的东西 就毁坏他 然后不够圆满的感情 就伤害对方 为什么 趋净以为失吧 所以 心就是八四心亡 心术 心术就是五十一心所了 八四心亡 五十一心所 认为是十有之妄想 妄想就是 误认为八四心亡 五十一心所是十有的 这个百法明门论呢 讲过 既找我 我所生 既找为内心 为我 还说外境为我所拥有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没有 一个众生 不生出 内心执着 一个五一身为我 而外境 所罗易报 为我所拥有 由事而生 一切的妄想 哦 原来一切的妄想 从五一身的执着 还有执着 一切的外境 原来一切的妄想 就是这样建立了 生命观 换句话说 由此 建立了 我的内心世界 执着的内心 还有我所拥有的 外在的世界 而且一切众生 下次凡夫 左足 上次皇宫 贵族 没有一个 躲得开 这种妄想 整记的意思 贯穿一下 佛告大会啊 以种种义 种种法 种种像 种种外境 其种种不识的攀岩 妄想分别 心严禁又 横身执着 记着妄想 又升起来 大会 能射心 索严禁的六成 记着 而浑然 处于无名的状态 不能 决之 这是唯心 自己心 所限之量 因此 一位没有智慧 就落入 有见 或者是无见 增长外道的恶见 更可怕的 来自于无始无明 明明知道 却执着 为什么 妄想习气 偏激着 有外 种种的境 种种的六成 有失法可得 而去着一 八四心亡 五十一心所 十有的一种妄想 认为八四心亡 五十一心所 是十有 这就是一种妄想 记着 我 我所 所生 就是这种 记着内心为我 外境为我所拥有的 因此 由始 而生出一切妄想 所以 一切妄想 是怎么来的 就是 着一震报 跟着一意报 就是这个意思 放不开 我们这个色身 看不破 我们这个五音 看不破我们的财产 因为什么都有 你就想想看 佛讲的是不是这样子 佛讲的是不是这样子 主是 种种义 种种不识妄想 义就是境 为一切众生以外 种种境 其种种不识的攀缘 妄想分别 此为第一打 妄想之总相 一切妄想之相 都是由心圆境 希望分别 而起一切希望 所以称为不识 记着妄想生 为心攀缘 取经之后 更以此自心之六成原言 恒生记着 恒生记着的意思就是 执着没有任何的理由 恒生记着 其能言之心 以及所言之境 念念分别 因而令妄想生起 此为妄想之声音 为答第二问 接下来 所设即早 不知自心限量 极度有无见 增长外道见 为复义能 设之根 以及所设之境 希望即早维持 本能了知 维持自心限量 而因而堕入 有无两种学见 以根境何处 见法有生 极落于有见 也叫做常见 根境离出见法有灭 极落于无见 为之为断 不知道 有见空无自信 无见空无自信 柔是 则增长外道的恶见 不得度脱 这些色所设即着 不知自心限量 多有无见 增长外道见 都是妄想之法 也是妄想之主体 此为答第三问 所以说 凡夫外道 要离开妄想 这可就难了 妄想习气 寄照 外种种意 心 心术妄想 寄照 我 我所生 妄想习气 为 无死 无名 妄想的习气 心 心术 心术就是 心所法 心术 就是心所 也就是 心就是心法 心妄 以及心所法 就是心法 之总称 此为答 第四问 妄想之所一处 被一无死无名之妄想习气 而寄照 有外种种境之法 可得 及其心 心所法 为使有之妄想 并寄照 其为我 我所 寄外 种种境 为我所 内心之 王 就是心法 心所为我 因而令妄想之身 不一样 一贯 佛告大会 第一 一切众生以外 种种的意境 起种种不实的 攀岩 妄想分别 故身 妄想 所以这个攀岩 就是妄想的开始 攀岩就是心 每天在想象外境 显现外境 所以身妄想 这个是妄想的总相 第二 更以圆境之后 产生攀岩后 又寄照能言 以及所言 念念分别 念念分别 就是念念卡死 卡住 转不过来了 念念分别 念念分别 当然同时就是执着 执着分别 就是而令妄想生 这个就是妄想的声音 妄想的声音怎么来的 就是能言所言 从不间断 念念分别 念念执着 念念妄想 念念生 这个就是妄想的声音 大会第三 这不妄疑 故此为妄想之主体 第四 一意无始无明 妄想之习气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为什么要讲无始无明 妄想之习气 这句话在强调什么 在强调明明知道 你就是控制不住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你明明知道 你也读过一点书 你也是一个文明的人 可是你就是拿习气 没办法 这个就这句话 还是讲 回归到一句话说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平常就要学习方向 不能到你命中 所以你必须从今天起 一点碰到境界 一点一滴的不去执着 一点一滴的慢慢去放下 久了 这就变成习惯 然后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佛就是真实的 从本心真心念出来的 你灵命中就靠这个 要不然你今天你念佛 妄想其极来又盖着 你今天念佛 贪三次又把你的佛号盖着 你常常在重复啊 而偏激执着 有种外种种意 种种境之实法可得 又其心心术法 心亡心所为始有之妄想 并记着内心为我 外法为我所 由是而生一切妄想 此为妄想之所一处 大会白佛言 世尊若种种意 种种不识妄想 记着妄想生 色所事记着 不知自心限量及度有无鉴 增长外道鉴 妄想习气 记着外种种意 心心出妄想 我我所记着生 世尊若如是 外种种意象 度有无象 离性非性 离见相 世尊第一意如是 离量根 分辟 因相 世尊何故一处妄想不识意 种种性 记着妄想生 非记着第一处 向妄想生 将无 世尊说 谐音论也 说一生一不生 大会菩萨白佛言 世尊若底下 就是前面 佛陀所讲的 他再重复一遍 这上面前面 所讲的 种种的外境 这个法 会引起种种 不识妄想 反过来 横生记着 妄想又生起 这个能射 心所射的 静记着 为实在的 凡夫 外道疑痴人 不知 自心限量 便会堕入 有鉴无鉴 增长外道鉴 又无始来 无始无名 妄想习气 又记着 外面种种的境界 种种义 种种法 种种相 八世心王 五世心首 为实有 这种妄想一现起 便我 我所有 记着 横生执着 世尊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 若如是 就是世尊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 这样子 外 种种义 就是境界 外面所现的 种种义 种种法 种种相 变多有无相 变多有无相 世尊以前不是说过吗 世尊说过啊 世尊当中的种种法体 本来就是离性非性啊 这个这句是 离性非性是 大会菩萨 以前听佛讲过 说世尊 因为他中间 文字太少 所以进不下来 怎么突然跑出离性非性呢 这句话 是大会菩萨 在以前 听佛世尊所讲过的法 说世尊 以前你不是说过吗 有真地跟俗地吗 那些俗地当中 有种种法 法体 本来就是离有性 还有无性啊 对不对 世尊说 世俗地当中 本就离有无之见啊 有无的一切见之相啊 这是世尊讲的啊 世俗地本不可得啊 离有无啊 离性非性啊 这是世尊以前讲的 这世尊 你现在讲的第一地 也是这样子咯 你现在所说的 第一地也是离量 怎么离量 离一切新量 离一切见闻皆知 离一切限量比量非量啊 然后第一地呢 也离出根 出根 就是也离六根啊 然后第一地 也离五分论啊 为什么呢 前面讲的 中阴义啊 和解啊 对不对 五分论也离五分论啊 那种逻辑的推论 是人类的妄想 第一地 离五分论啊 离辟语啊 辟语不是真实 也离五分论里面的因啊 世尊 第一也如是啊 离一切新量 离限量比量非量啊 离诸根啊 六根 离五分论啊 离辟离五分论 所讲的因啊 世尊 何故一处妄想不识意 种种性记着妄想生 何故 既然 这句话 就是大会的怀疑啊 既然 佛陀说 真属恶地 都是离一切根量 那么意思就是 真地跟俗地应当是平等一体不二的 何故 何故 单单在俗地里面才说有妄想 何故一处妄想不识意 为什么 在世俗地的角度 一处就是 指世俗地的角度 这妄想不识而执着种种外面的境界 那么种种性 种种性就是法了 种种法了 这境界了 种种法了 种种性就种种一切法了 记就是骗记了 取 招就是取招了 这种种法 骗记 取招 妄想身 令种种的 俗地当中 妄想而生 这诚记的意思是说 既然真属恶地 都是离一切根量 那么便是真属平等一体不二 何故 佛陀单单在俗地 这个角度说 妄想不识 执着于外面的种种意 种种法 骗记 执着令种种妄想身 为什么在俗地当中这样讲 而不说 底下就是非记着 而不说记着于第一地 而不说种种记着 也令第一地之中有妄想身 非记着意思就是种种记着 为什么不说种种记着 也令第一地当中 也产生妄想 为什么 为什么只在四书地当中 才讲会生出妄想 在第一地之处 而不生妄想 将无就是起飞 难道 这个世尊所说的是邪音论 说一处有妄想 在四书地讲有妄想 而在第一地 却说不生妄想 这书应该是平等不恶的 那世尊这样讲 一处生有妄想 一处不生妄想 这是邪音论 这是不能入不恶法门 整记的意思贯穿一下 这大会白佛言 是尊若种种意 种种的外境 种种的法 种种的相 会生种种不识的妄想 然后反过来 恒生记着 令妄想生 能设所设的记着 又变成把它实在化 有实体性 不知道 这个都是自信限量 以及多 便会多有见无见 增长外道见 妄想习气 记着外种种意 新王 新俗 把他的物认为实有 这是一种妄想 我 我所记着生 世尊若如是者 外面种种意 种种相 种种法 便多有无相 便多有无相 世尊不是说过吗 以前那世尊 说世俗地生种种的法体 法的体不可得 所以世地 世俗地所讲的 世俗地必须离性 有 就是非性 就是无 世俗地 本离有跟无 也就是离有无见 离见相 就是离有无见 所以这个离见相 就是补上两个字 看得更清楚 离有离无的意思 离有无之见 意思就是离有无一切见之相 离见相 就是离有无见之相 世尊第一也是这样 第一跟世俗地也是一样 第一也是离一切新量 也就是离限量比量非量 离六根 诸根就是六根 的境界 离五分论 离辟 离五分论之一 世尊 既然真属恶地 都是平等 都是不恶 都是离一切根量 应该就是真地俗地是平等一体不恶的 为什么 一处 单单在 世俗地 这个角度 说有妄想生 不识意 的外境 产生种种的妄想 种种的法 骗迹之走 令种种的妄想生 为什么偏偏在俗地上 俗地在这个角度 说 而不说非记着 而不说种种记着 令地一地之中 有妄想生 讲五 就是起非 难道 世尊所说的 是邪音论 说一处 生妄想 而另一处 却不生妄想 在四书地 书地里面讲 生妄想 而另外一个角度 真地 却不生妄想 就变成邪音论了 一有生妄想 一个处 却没有生妄想 七七四 田论 若 从若种种意义到我 我所记着身 都是佛在前段的达词 大会引之来问难 这问难 是从真地 书地不二 生已不生不一 这样来心难 从若如是以下 是正难 其意味 不是妄想 如果是从 书地的种种 不失禁忌生的话 那么为何 至尊 却常说 比书地的诸法体 体性本来 便离于有性非性 以及邪境之相 而书地 也本离于世句 因就是佛所讲的 第一地 不但书地离于世句 而且第一地 也是离于世句的 甚至离一切 根 量 忠 因 亦等 以此可知恶地 皆是离一切 根 量 忠 因 亦是推知 真 书 究竟是平等 真地 书地 是平等 不二 一体 无二 然而是真 为何 却偏偏在 书地 偏言 是书地中 偏言 偏偏在书地当中 说 会生妄想 而以第一地的角度 就说 不生 不生出妄想 同样的东西 一处生 另一处就不生 为什么在书地说 生妄想 另外一处真地 第一地就说 不生妄想 如是不骗 而偏颇之论 岂非以外道的 谐音论雷同呢 以外道谐音论的特点 就是在忘记某一种不骗 而偏颇之两边论 意思就是 落入有无 不是落入有 就是落入无 不骗 而偏颇 偏颇就是 落入有无 的两边论 然后强言 此如是 此不易 决定是如此 决定是不可更异的 这一句话 在讲 外道 很难度 这样就是这样 此如是 此不易 我说了算 那边是要改变的 对不对 此如是 此不易 这个就告诉 没有拥有真理的人 他的柔软心 是不够的 他固执自己的角度 有无 那是尸骨难化的 度不了的 这样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就是跟 世间人的顽固的个性 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一点 就是也给众生 给一个宽恕 一个原谅 我们要庆幸 你看到众生也无知 你也要庆幸自己 我听闻到 无上的大法 自言自顿的大法 自言自顿的大法 你比他更幸运 我看众生的 越无知 越暴躁 或者是 越众生的 越一吃 就越感觉自己 够幸运了 哎呀 何其自信啊 本智俱主啊 你看他们就不会用啊 何其幸运啊 得文自高 自言自顿的 佛徒的正法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 就给你这样子了 哎 我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了 所以说呀 我们呢 给这些愚痴的众生 给一个宽恕与原谅 这外道 如是强词夺理 来解决其 内论上的冲突 矛盾之处 世尊 以此之说 不也犯了 同样的毛病 以上是大会 温暖的大意 主事 若都是外 种种意象 若是真是这样子 若起着外 种种境之相 便会 多于有 断肠 是极之相 离性 非性 离见相 然而 世尊皆 曾说 外 种种境 就是淑地的法底 从本以来 就是离有性 非有性 非有性 就是无性 离有了 离一切 见之相 性 非性 就是有性 非有性 以及有以无 地义 亦如是 离量 根 分 辟 因 像 量 就是限量 比量 非量 等一切新量 根 为诸根 分就是外 道之五分论 中 因 亦 和解 辟就是五分论 比意 因 就是五分论 因 此为地义 地义 亦如是 本离 现 比 非 等一切量 离 诸根 禁皆 即立以五分论 三之比意 之中 因 必 等一切 见之相 何苦 一处 妄想不识意 种种性 记着妄想身 此为 既然 真属恶地 即是 离一切 根量 但 根量 就是 见闻 结智的意思 见闻 结智 所起的相 就是心中的量 知道吗 六根 所起的 外境 就是 自心中的 妄想量 叫做 根量 有根 就有量 意思就是 执着 长短 方言 外境 有无 叫做 根量 等见 那么 佛讲的 真属恶地 都是离一切 见闻 结智的 根量 等见 这个就是 真属平等 一体不二 为何 世尊 却 单单 在世俗地当中 俗地当中 片言 妄想之身者 为于虚妄 不识之外 种种法中 其种种记着 而令妄想 欲赎尽终身 不识意 之意 也就是 外 种种意 种种性 性就是法 也就是 外 种种法 非记着 第一处 向 妄想身 而不说 种种记着 也令第一地 之中 有妄想身 翻过来 776 说江五 世尊 说 血因论也 江五 就是 起飞啊 为世尊 起飞 也在 说 血因论吗 以血因论 皆知 一己之偏见 若一一边 自相抵触 于理不能圆满 于所不能自圆 而强欲人接受 因而 素之于 明地 作者 神我 等种种不识之音 把一切 其所不能 自言其说的 都推到 那个明地 神我 作者 身上 而说 这一切 就是这样子 这一切 都是从明地 而来的 就是这一切 都从上帝 而来的 这样听你就比较懂 有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 所以从来 让你去问上帝 怎么讲 这是矛盾 都是超过 我们所能理解的 了解的是 不可知的 这些都是从明地 来的 若是强言 导众生入一 迷子 一次无之 糊里糊涂地 记着不正之音 所以称为 血因论 一官 大会白佛言 世尊 若如你方才所言 一切众生 以外 种种义 就是种种境 其种种不识的妄想分别 愿记着能言之心 所言之境 而令种种妄想生 父由于能 对能色之根 以所色之臣 记着为实 不知 即是自信限量 即因而 对于有无断肠 等世纪邪见 因而增长 外道之恶见 以无始无明妄想之习气 而记着有外之种种义 种种境可得 即其心 心术法 为实有之妄想 并以外境 即心亡 心所 作我 我所之记着 而生妄想 是尊 若果如是与其召 外种种义 就是淑地之相 便会堕于 有无断肠 等世纪之相 而远离真地 然而世尊一向皆说 一切诸法之体 从本以来 即离有性 即离有性 以非有性 也就是离有无 离一切见之相 淑地 既是体离世纪 既是佛之第一地 世尊 而第一地 异父如是 本地以限量 比量 非量的 一切新量 离足根境界 亦离希望 五分论之辟 欲 忠 阴等 一切见之相 世尊 既然二弟之体 即离一切根量 等见 其实真属平等 一体不二 而故 世尊 却在 孰地 一处 片岩 众生 以妄想过 以不识之外 种种义 种种敬忠 以种种对外 法性之偏激 取召 而令种种妄想 于俗地当中生 世尊 作如是言 而非言 种种既召 亦令第一地 促向当中 有妄想生 如是 江无起飞 江无就是起飞 起飞 世尊 也在说谐音论 以世尊说 一处有妄想生 这只俗地 而在第一地 而另一处的第一地 却能不生 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 佛告大会 非妄想一生 一不生 随者和 为有妄想不生 故 外现 性非性 及自心 限量妄想不生 大会 我说一处之心 种种妄想 相故 事业在前 种种妄想 性相 即着生 解释一下 佛告大会 并非 妄想 一生 就是在一处生 在俗地生 另一处 不是妄想 不是这个意思 是所谓者和 佛的解释 这个解释 非常有道理的 佛的解释 解释得非常圆满 为有无妄想不生 这句话前面 一定要加 有智慧的人 与种种的外相 不做 有无 分别的妄想 意思就是 有智慧的人 是不会掉进去 有无的 分别妄想 其实不存在 一处生 一处不生的 就是 有智之人 有智慧的人 与外面的种种相 不做 有无 对妄想分别 不做有 所以说妄想 本不生 有无妄想 停一下 不生 就是事故 有无妄想 不生 因为不做 有无妄想的分别 意思就是 有智之人 对于种种外相 境界 不做有无妄想的分别 所以妄想 不会生起来 不是说 有一处生 一处不生 不是这个意思 外相 一切法 性就是一切法 外面 所有的境界 一切法 非性 其实是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 就是不可得 问题出在心 因此 结 自信 限量 妄想 不生 因此 结悟了 自信的限量 了解 外相 都空无自信 正得空性以后 正得空性 就是没有能锁了 妄想就停止了 嘎然停止了 这大会 我说 于不是正圣国的这些渔夫啊 自信的种种妄想 故 他们问题出在底下这几个字 就是所有的众生 所犯的毛病 事业在前 种种妄想 形象 记着身 这个事业在前是非常重要 是什么意思啊 眼睛看了算 耳朵听了算 眼睛 眼前所现的一切境界 一切的造作 有为的造作 叫做事业 现在 齐全 眼睛看了算 一切境界早已维持 显见在 正在 前面的一切境界 这个就是所谓的 深口意的事业 有为的造作法 所以事业就是有为的造作法了 在前 就是现在 齐全 现在齐全 所有的众生 以现在齐全的境界 以为实在的 而起种种的妄想象 性向 记着身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 所有的众生都不知道 现在所现在 眼前的 六根攀岩的六径 都是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不知道 不知道 以此境为实 所以 而起种种的妄想 性向 记着身 意思就是 没有一个人众生 可以离开 这些妄想 因为 总认为 它是实在的 真既把它贯穿一下 佛告大会 我所说的法 究竟之处 并非妄想 在一处生 另一处 不生妄想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和 佛解释说 只要是有智慧的人 对于外面种种的像 绝对不做 有无之分别妄想 所以在这里停一下 所以妄想 打一个句号 不生故 事故 不生妄想 外现 性 非性 外面所现的一切法 其实是空相 其实是不可得 现在问题 知道是违心了 那么 甚至没有能说 就觉悟到自心 限量的妄想 体性 本不可得 本来妄想就不生 生 是因为妄想生 了知一切法 空无自性 就没有东西 可以执着了 就六祖讲的了 本来乌一乌 何处惹成 就是六祖讲的 这句话 大会 圣人能够了解 万法 维心限量 妄想 妄想不生 那 万法 空无自性 凡夫就不是这样子的 啰 大会 我说 其余不是不正胜果的这些 疑似凡夫了 至今 种种性的这个妄想 同时看到 眼前的 一切 事业 在目前 事业就是照做了 所以每个人 干大事就有大业 干大事业 就是大事就大业 严如岸就对了 很少人没有事业的了 无事则无业 而其种种妄想 性相 既照生 问题出在 事业在前 误认为完全的境界 完全的执着 完全的分别 因此 我们的法 就一直生起来 我们的像 妄想就一直生起来 七七八 非妄想一生一不生 并非 我说妄想 一处生 另一处就不生 为有无妄想 不生故 为有之之人 一外种种的义 不生 有无之妄想分别 事故我说妄想不生 也就是 并非俗地能令 智者 不生妄想 而但是智者 自信一书地 不做分别 不做分别 即得不生妄想 事故妄想不生 此即为道庄即 可从此为 为不生 有无的妄想 外性 外性 性非性 绝至心限量 妄想不生 这是解释上一句 上一句说 为什么有智慧的人 对于外面 种种的义 种种的静 种种的像 种种的法 能够不生妄想像呢 因为有智慧的人 了解一切 外在的所限的 诸法的体现 皆非有时自信 皆了一切法 皆为自信所限量 本来就虚极 因此一笔诸法 不生种种妄想分别 一了既是自信限量 若在自信分别自信 岂不希望自己 这句话 就是一切众生 活在虚妄当中 而从来不自觉知 一切众生 活在虚妄的世界里面 从来没有觉悟 为佛圣能 活在真实的世界 真如实际 叫做真实 所以佛菩萨的生命 是真实的 我们这个生命 其实是虚妄的 事故妄想不生 再者一绝了一切 皆是自信限量 至于妄想 也是为心所限 无有实体 本之不生 既之妄想本之不生 故佛说妄想不生 此不生者 为智者一致观察 此其性向本不生 此其生而不生 此为智者之境界 非凡义所及 我说 一一笔自信 种族妄想相故 以上是解释 智者不生妄想 用来解释 俗地之妄想 生而不生之道理 从此记忆下 是用来解释 一幅妄想生的道理 为既然妄想为心所限 本之不生 而尽且现有 种种妄想生的原因 是由于除得 圣制以外 其他的一次的反复 却希望分别制作 自信所限的 种种妄想相 所以这一句 就是修行的关键 如果您了解 这个制作性 分别性 其实是空性 立刻 弃如真如 这回归当下 为什么 凡夫呢 都是虚妄分别制作 自信所限的 种种妄想相 我们现在 每天过的日子 就是这样子 一次 虚妄分别 固定种种妄想生 而此生 时时不生 二 是古凡夫之境界为 不生而生 以不生处 妄见有生 这正好以智者 之境界相反 圣子之境界为 生而不生 无有任何 虚妄 境界能之爱 事业在前 种种妄想 性相记着生 相记为 总说 一夫 生妄想的道理 此二记为 解释相记 一夫 如何令妄想生 为见一切所作 又为之事业 现在其前 明以此等事业之相 不了为心 其以为实 并以其中 其种种妄想 之性相记着 应而令妄想生 因此并非是 如来一世地 一处 骗人生妄想 而真地其不生 生以不生 在心的智 欲 就是看你有没有智慧 还是你是个愚痴的人 不在一境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万法为心所造 也就是说 你是个有智慧的人 那么 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人 了境本空如幻 那么 如果你是个愚痴的人 现在愚痴的人是什么 着境以为死 就是大愚痴的人 了境如幻 那就是有智慧的人 现在就是 看得破 是有智慧的人 看不破 就是大愚痴的人 就这样子 不了万法 就重生 万法其实就是心 了之一切 都是违心 心就情境 真如 平等的真如 不动的真如 不生不灭的真如 完全是真如 故业心生 故种种法生 就是忘心生 则种种万法就生 忘心灭 则种种万法就灭 意思就是 万法其实本来就不生 忘心生 种种万法就生 要忘心灭 种种万法就灭 有时之 种种法生者 犹以心生 以法本质无生 种种法灭者 犹以心灭 以法既本质无生 故今也不灭 简言之 生命为心 非在于境 这句 就三藏十二部经典的重点 万法为心限量境界 生命为心 不在于境界 那么这个事情 就好处理了 现在你碰到事情痛苦不堪 问题就是 看你愿不愿意放得下 再来 如果有人得罪你 伤害你 问题在 你要不要原谅他 要 一下原谅他 不原谅他 苦了自己 你不原谅他 一定痛苦的是自己 它是你心中痛苦的影子 如果你 如果你要万法 痛苦的 了万法 都是你心中的影子 那么你就一切境界 给个宽恕 那么 就是给自己一个更大的回弦的空间 是因此邪佛 他就是这样子 一天放一点 更加的成长自己 更大的宽恕别人 那么我们就叫做天下无不可原谅的众生 天下无不可解救的众生 他只是现在迷那 孩子还没办法讲道理 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空间 如果是罪大恶极 那么由法力来采解 如果这个人 散除一点良知良人 给个时间跟机会 我们不失我们的大悲心 有的实在很善良 可是他实在没有根 没有佛根 没有菜根 没有菩提根 什么根 通通没有 只有海泥根 那就没办法了 就要喝小酒了 只有海泥根 你就没法度 那他没办法 所以度众生 修行进分 度众随缘 不是说我们要去祝福 那就有法度 对不对 所以说 神秘为心非在意境 那么现在问题 就出在你的心 你要不要原谅对方 要 一句就解脱 不要原谅你 不要原谅你 你就压极了 你一直压 十年不原谅他 你就空苦十年 我一辈子不原谅你 那就是一辈子 心中有负担一个十字架 那就是这样 你要放下吗 我妈 我就忍你一死人 他就慢慢的艰苦 慢慢的煎熬 那好 师父既然这样讲了 神秘为心的不在意境 我放下 你为今儿去就很困 你那颗心就辅助的心 你就享受你的生命 没从生命动作煎熬 煎熬 快乐从懂得分享开始 自从我发现红发以来 我觉得我分分秒秒都在享受 自从我牺牲自己 推广 无犯正法 让无恋无为的众生 觉悟我每天都觉得活得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我从不百般计较的跟众生计较这个 土地有缺点 给个机会 给个时间空间 哪一个人得罪我 乃至说哎呀这个做得太过分了 我也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也没办法改变它 好 为什么生命为心会在一境 所以我得到解脱 故佛说并非妄想一处生 另一处就不生 一贯 佛靠大会 我并非说妄想一处生 而也另一处就不生 所以者和为有智慧的人 以外种种意不足有无的分别 因为妄想不生 是故我说不生 有智者云何能如此 那一了之外在 所现诸法之性 皆非有实质性 那意思就是 有智慧的人 为什么能够解脱 我们为什么偏偏不能解脱 因为他了之外在 所现的诸法之性 皆非有实质性 就是不实在的意思 万法本来就是假象 解了一切法 皆为自信先量 既然都是你心所现的那的量 那么我就好好处理这颗妄想心 我都不要给执着 说执着不执着 其实多疑的 为什么 本来就是虚局 因此了之一切妄想本质不生 这个就是生而不生 生其实当下就是不生 为什么说 涅槃不离本处 就是生 当天即空就是不生 故非世俗帝能生妄想 大会既然妄想本质不生 而尽皆现有生者 其因其如其事 如我所说者 除以正的自觉 甚至以外 其以一夫 其以一夫 以分别之主自信 所现之种种妄想 镜像 固有妄想生 以诸一夫 所做的种种有为事业 现在其前 不了为心 而其次等 亲尽皆以为真实 更于其中 其种种妄想之性相 既早固令妄想之生 这个就是不生而生 事故并非世第一处 能生妄想 而真地既不生 接下来 这一段 是指 一夫如何能够离妄正真 佛教人家如何解脱 这一段 就是教你如何能够解脱 云和一夫的离我 我所既早见 你作所作因言过 截止妄想 心量 身心转变 究竟明解一切地 如来自觉境界 你无法自信 事件 妄想 已是因言故 我所妄想 从种种不识意 既早生 只如是意 得解脱 自信 种种妄想 这一段 是一夫啊 如何能够离妄正真 这位 大丈夫啊 舍我其死 这一段 就是有智慧的人 今天 便是 修行 得到 一个辉煌的战果 对啊 无上大不涅槃 是修行的终点 当我们 启动修行的念头 就进入修行的舞台 什么时候会落幕呢 就是真的 无上大不涅槃 就是这一处戏的终点 这样 他就说 游戏就结束了 对不对 It's over 游戏就结束了 修行了 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 当我们登上 修行的大舞台 就看哪一个人 能演得逼真 即刻 舞台当中 就了解 舞台本是空性 这舞台这出戏就演完了 就正真了 所以这段是 一夫如何能 离忘正真 离忘才能正真 缘和一夫 这一夫怎么样 如何能够得离 这一夫如何能够得离 我的执着 还有我所的契着之 剑 剑当然就是写剑 因为找一个我 我所有 当然就是写剑 没有正剑 不知道五印本空 万法本空的道理 离能做 做就是能做 所做的 离能做 所做 凡夫做的 当然就是善恶业 因言 过是什么 生死的过患 意思就是离能做 还有所做 善恶业 所牵引出来的 因言 生死的过患 六道轮回 又怎么个离 前面这句 加起来说 愚和一夫 能够离 我 我所 所记着的邪见 那么 离能做 所做 善恶业 所牵引的 因言 生死的过患 要怎么做 截至心 妄想心量 还是要截悟 妄想 来自你那颗心 其实都是你唯心 已经无关 这个时候 你了解唯心 就是好好处理你的心 妄想在你的心 你自己就 用一点勇气 所以 师父 前面那一堂课 已经讲了 全息是智慧的开始 智慧加上勇气 能克服 生命当中 一切的挑战 现在 智慧加上勇气 能够转变身心 转变身心 身心转变 转身 就是由涅槃心息 变成色力子 转身 变成一颗真如的自心 自信心 所以身心转变 身转变成色力 心转变成真心 所以佛火化出来 八万四千个色力 佛正德 法身 报身 应生 这个金刚色力 是大家都有的吗 没有 所以 佛所讲的话 你还不相信 那这个世界 还有哪一个人讲的话 你要相信吗 世尊从向上证明 他真的 究竟坚固的金刚不坏法 连这个色身 都是金刚色力 所以是表法的 就告诉你 他的真心 所欣然而成的 佛 切实是圣人当中的 大圣人 究竟明节 一切地 一切地 就是菩萨的一切地位 结位 了知 如来的自觉 这个境界 自觉的境界 离无法 就是向明妄想 正正如如 还有离三自信 离要用两次 离无法 自信 就是离三自信 离自信是 怎么样 诸见之妄想 执着 离无法 离三自信 事物 种种之见 的种种妄想 执着 已是因言故 我才说 妄想从不识意 记着身 这句话很重要 妄想怎么来的 就是不能了悟万法 为缘起 不实在的空向 我们就是在假象里面 一直使之不放 无法放开 夫妻的感情 无法放开 儿女的感情 无法放开 男女的 这个情思 总是因为 希望永久的 住在一起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希望大家能够 一直团聚在一起 怎么可能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的左右边 你这五年来 你在旁边 死了多少人 这十年来 你的旁边 死了多少人 所以 我佛陀呀 就是我 方说呀 这个不实的妄想 从种种不实 对不实的境界 执着 而生起妄想 这句话 就是痛苦的根源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妄想 从种种执着 不实在的假象 产生而来的 众生一切的痛苦 来自于无知 来自于无明 这就是能了知 怎么样 如实意 一切法本空的 如实意 意思就是 自心皆本质 有如实之意 众生不知道 像空 就是如实意 站在像空的角度 像就是如实意 对不对 站在心的角度 妄想心不可得 就是如实意 妄想心不可得 就是真心 我们这些如实意 如实心 如实境 不知道 本来是内如 本来是外也如 我们现在不知道 能了知 内如 外如 自心 外境 都是如实的意 都是空意 如如不动 本来就是如如不动 你硬是要动它 那这个时候 了内如 外如 怎么样 得便能的解脱 自心 所限的种种妄想 因为妄想 生 其实是不生 那这一段是说 一夫如何能离忘 正真 我再把它贯穿一下 说银河一夫 如何能够得离我 我所记着这些见 离能作 所作 这种善恶业 所牵引的生死过患 节制妄想 信量 这下子 怎么样 能够转变身心 转身为色力 转心为真心 身心就转变了 就进明解菩萨 一切的地位 菩萨 从初地到十地 就是一切地 就是菩萨 从初地到十地 了之 最后 了之达到如来 自觉 顺人的境界 都是因为怎么样 理无法 同时理善之性 见之妄想 执着 以色一年故 我才说 不识的妄想 是怎么来的 就是从种种 没有智慧 不识意 早已不识意 不识的境界 不识意就是 因为早已 种种不实在的境界 记着身 就是因为有攀缘心 这样死之不放 知 就是能了之 如无实意 能了之 内在的心是如 外境 还是如 那么这个时候 一切的是非 恩宴通通平等 弃入平等不恶的法门 你就是一个 无上解脱的圣人 便能得解脱自心 所限的种种的方向 生 其实就是不胜 主事 云和一夫得离我 我所记着见 你做所做因缘过 从这一下是否开始 一夫如何 能离望正真之法 离望就真真 这也是探究 妄想的目的 为一夫如何能离我 我所记着这些见 以及离能作所作 善恶业 因缘 生死之过患 节制妄想信量 身形转变 此为若能节制制 妄想信量 妄想自然不生 如是便直下 转繁成圣 诸位 不离当处 菩提在哪里 菩提不提当下 要正得涅槃吗 不可寻寻 不可秘密 不必寻寻 不必密 行星秘密 都不能转繁成圣 当下 无凡无圣 就转繁成圣 即得令身心转变 所谓身心转变者 转这个色身为金刚 不坏之色身 或是肉身菩萨 乃至分身色力 以及转望心为真心 真心 真心就是大波的心 谁能动达一切 究竟明解一切地 如来自杰境界 究竟明解菩萨一切地位 了知如来自杰甚至的境界 离无法自信 世间妄想 就是能远离无法 三自信等之妄想执着 知如是意 得解脱自信 种种妄想 如是真的了知 自信 即本自 有如实之意 而得解脱自信 所现之种种妄想 这便是佛说 生已不生之意 以迷自信 我而为妄想 变成不生而生 了妄想 即自信 便是生而不生 所以佛 非说一生一不生 之邪因论 明以 义贯 迎可依父 得利于我 我所记着之邪见 得利于能作 所作善恶一言 生死过患也 为若能皆知 自妄想之信量 妄想自然不生 妄想来吃你那颗心 那当然就不要生妄想 那就这么简单 妄想自然不生 不是让它不生 妄想自然不生 就是了幻即理的意思 自然不生 还不能断它 我现在起了贪心 我说贪心如幻 这颗心如幻 它本来就不存在 贪心就没有 如是幻能之下 转凡成圣 而对身心转变 转凡复身为 静妙的色身 转妄心为真心 究竟明界 菩萨一切地位 尽其如来 自己甚至境界 也能远离无法 三自性是 诸见之妄想 执着 已是因缘故 我方说不是妄想 聚 聚就是通通 不是妄想 通通通 就是对于外面的种种境界 不实意的境界 即早而生 如果你不自作外境 妄想同何而生 所以今天 今世 告诉你 其实是自己的问题 内心有妄想 问题就显现 什么问题就存在 内心要没妄想 自主安详 什么事都没发生 作为心中没有妄想 什么事都没发生 心中要有无名其妄妄想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就是不定时的炸弹 什么时候要爆发 你不知道 我之所以说持灯法 为一令一夫 皆各自自心 自心中 本有的如实意 而得解脱自心 首先是种种妄想 二事是种意 重新辞意 而说句言 主因及一缘 从此生世间 妄想着世俱 不知我所通 世间非有生 亦父非无生 不从有无生 亦非非有无 主因及一缘 因何亦妄想 非有亦非无 亦父非有无 如是观世间 心转得无我 一切性不生 亦从缘生故 一切缘所作 所作非自有 是不自生事 有恶事过故 无恶事过故 非有幸可得 做恶事是尊 亦重新辞意 而说句缘 主因以及缘 因为有因跟缘 从此就生万法的世间 这是凡夫 就是妄想 就执着于 亦有亦无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亦亦等等 常无常等等 妄想着世俱俱 不能了知 万法本空 空无自信的道理 所以不能了知 我所通达的 唯心的道理 不能了知 我佛陀所通达万法 唯心的道理 误认为有外境 世间非从有种生 有底下加一个种 比较看得懂 世间并非从有种生 也亦复 并非从无种生 这个有的底下加一个种 无的底下加一个种 这样你就知道 它是外道 非有生 非无生 你看不懂 世间非从有种生 亦复非从无种生 加一个种 你才看得懂 不从亦有无生 也不从亦有亦无生 亦非非有 也不是非有非无 主因亦众缘 因何亦妄想 亦复的妄想 非有非无 非有亦非无 意思就是说 原生法本来就是非有 也非无 意思就是 理亦有无的意思 非有 意思 原生之法 本理亦有无的意思 所以 它这里非有非 亦非无 就是 本来就理亦有无 文字太简单了 也不晓得它在讲什么 非有非无 这句话讲什么呢 意思 本理亦有无的意思 原生法 本来就理亦有 也理亦无 叫做非有非无 亦复非 亦复非有 亦复非有 亦复 用两字 亦有亦无 亦复非有亦无 亦复非有 亦复非亦有亦无 亦复非亦有亦无 亦复非亦无 在好好的观照世间 都是空性的 心转变的 无我 就是二无我的智慧 人空 法空 人我 人物我 还有法无我 这样心转变了 心转变了 能够得二无我 当然后面就要补一个智慧咯 懂得人物我 还有法无我 当然就是一种智慧咯 要二无我智 所以一切性不生 一切性 当然就是一切法 本质不生 因为是原生 原生就是无生 以从原生过 原生就是控制条件所生的 条件所生的 当然就是不可得了 不可得了 一切原所做 一切法 都是众原所成就的 怎么样 既然一切法 都是众原所成就的 既然是原所做的 当然自性便本来 非自由 非本来自有 所做 非自由 就是既然是众原 何何所做 当然自性 便非本质 所有 意思就是 因本来就不可得 非本自有 非本自有 就是因向不可得 因向不可得 所以说 所做 非自由 万法 这句要从前面来念 一切法 既是众原所做 既然一切法 是众原所做 所做 停一下 自性便非本自有 以及万法 空无自性 因向不可得 因不可得 果 不自生事 事 事就是果 事果 事果 事相的果 事就是果 果 不能自生果 事 不自生事 果 要从因来 因空无自性 因找不到 那么 果 不能自生果 果必从因生 有二事过故 就变成果生果 这个有二个果 有两种果生果 就变成有二果 的过失 这样讲是不对的 无二事过故 无二事过故 如果用佛的角度来说 如果照了 有正因正缘 慢慢的结成果 就不会有二事 果之过失 了之一切法 本来就是因言 见识望向 望向的 非有自性可得 也不妨碍 赤地而生 非有自性可得 注意哦 非有自性可得 绝对不妨碍 赤地因言果而生 主事 世间非有生 亦父非无生 不从有无生 亦非非有无 此为 破外道 记着世纪为能生 为世间诸法 非从有种生 亦非从无种生 也不是从亦有亦无种生 亦非从非有 非无种生 诸音 即亦缘 一切诸法 乃是从诸音 以众言合合而生 非有亦非无 亦父非有无 罗氏原生诸法 本非有非无 亦从众言合合 亦生无性 故非有 亦虽无性 然也虽因言 合合而望现 故非无 亦父非有无 就是代表 非亦有亦无 亦非非有非无两句 这也就是世纪当中 后二纪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亦非有之否定 这个就是说 法律世纪的意思 如是观世间 心转得我 若然如是观察世间 则能令妄心转变 而正得恶无我的智慧 所以了一切法空 人我 法无我是一种智慧 既然无我 就是一切中间 就没有东西可以贪了 万法本空 哪有什么东西可以贪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呢 一切言所作 所作非自有 一切诸法 皆是众言合合所作 而传 则其自信 便非板自有之 事不自身事 有恶事过过 事就是果 果不能自身果 因为果是从因而生的 否则就有恶果之过究 所谓恶事就是恶果 就是果生果之义了 无恶事过故 非有信 可得 若如是照料一切 皆是一言所生 则无果生果之过 如是指之一切法 本皆一言旺信 非有自信 可得一贯 而十四尊一重宣此意 而说巨言 由诸音即与众缘合合 从此而生 世间一切诸法 难以赴一次应验 所生之法 妄想既早有无等事尽 多以邪妄分别 而不能了知 我所通达之为心之道理 世间诸法 非从有种生 义父非从无种生 不从亦有亦无种生 亦非从非有非无种生 乃从诸音即以众缘合合而生 因何义父 且一次横生妄想 寄照世纪 事故当之 言生诸法 本非有亦非无 离有无 义父非有无 毕竟离世纪 若然如是一政治观察世间 诸法使离世纪分别 便得离一诸妄想 因而令妄心转变 而正得恶无我治 一切诸法之性 实不至深 亦从众缘合合而生 故 一切诸法 皆是众缘合合所作而成 既然是众缘所作 则其性 提予非诸法 本质有之 以生但原生 非法自生 作但原作 非法自作 因即不生 则是果 不能自生是果 否则即有恶事果 重复辗转 向生之过就故 若了一切法 皆是因缘所生 而无恶事之果 向生之过故 则之一切法 本皆因缘望线 非有自信可得 五点三十六分 哦不止哦 我的表五点三十八啦 那不讲了 不讲了 反正啊 我们七个队就要讲了 没差这一点的时间了啦 下个礼拜啊 还要再继续上课 下个礼拜上两堂课 那时给师傅啊 稍微休息一下 神明天先啊 这功经我都很累啊 我如果没有休息 神明天就会忍生啊 今天啊 所以需要休息一下 真的很累啊 很累啊 所以啊 这法师啊 以后要发言 讲能言能切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小哉在座诸位法师 小哉在座诸位护法 即是大德 回向本讲堂小哉点灯 及往灵排位八度者 回向南都仰德山 是那股他一切往灵 回向花莲佛心 是那股他一切往灵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谷 若有建坟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年花为父母 花开尽佛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晚上要诵经 下个礼拜要上课 六月八号停课 下课 下诸位 下诸位发开 七八四 七百八十四页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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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八十四页 这观诸有为法 理攀缘所缘 无心之心量 我所为心量 量者自性处 缘性恶距离 性究竟妙境 我所明心量 这一段是佛 在说什么才是佛真正的心量 佛讲的就是这一颗真心 什么才是佛的真心 的正量呢 观诸有为法 有为法 当然就是世间 那么生命法 那怎么样进入佛教的核心 涅槃真心呢 要离攀缘 攀缘就是能缘的心 所缘就是所缘的法 也就是相 法就是相 离能缘心 离所缘之法 无心 无心就是没有分别心 能所双亡 便达到无心的心量 这个没有能所的无分别心 我说 才是真正佛的量 785页 量则自性处 当一个圣能正到真心 那的正量境界 如果能在心量的自性处 就是极 达到终极点 量则自性处 正到真心的圣能的正量境界 如果能够在心量自性的极处 要放下什么呢 缘性而距离 能缘所缘 令能缘所缘 放下那个性 第二个字 这个性字 就是无心之性 也就是没有分别心的心性 不但要能缘所缘 要放下 连那个无分别心的心性 统统要放下 你不能找一个说 我无分别 那么就变成生命 有分别 意思就是说 正量的解脱境界 它是寄气入绝对的 不能用衬托的 离了能言所缘 又找一个无分别心的心性 那又变成生命 所以能言所缘 包括那一颗 无分别心性 二者 拒绝眼力 这两个通通要放下 能达到本性的旧境 妙境之境 妙境的境界 我说明心量 我方所持明为如来 如来藏 的心量 就是 离攀岩所缘 攀岩也就是能攀岩之心 我们之所以不能断烦恼 都是因为一直攀岩外境 所缘也就是所攀岩之法 所以佛经里面 把我们这个心比喻做猴子 比喻做猴子 这个猴子 右手做一只树枝 左手去攀岩另一只 一只前进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那就是一直攀岩 我们的心 它就像猴子 定不下来 无心之心量 我所为心量 无心者 无分别之心 未竟离能言所言 则能所双亡 己无能所 便他无心 无有一切 虚妄分别之心 如此之心量 如来所为真心之量 以利虚妄分别过故 在这里还要附带 说明一下 这个无心 凡夫体会不出来 这个无心 便达无心 一般的众生 以为 我什么都不要去想 这个叫做无心 那是不对的 这个无心 是功夫 也就是没有妄恋 当体极空的不二真心 那个才是真正的无心 所以这个无心 分两个角度 一个是开悟人 讲的无心 就知道是真正的无心 而世间人讲的 那个无心 等同无念 无想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无心的解读 还不能用往事 生命心去解读 量者自性处 远 性 而距离 我说明心量如是就能达到本性就静 妙静 之静 我方说此为如来 让之心量 那么从这一点 就就可以了解佛的境界 用推论的 因为凡夫没有办法正量 就知道说 佛的如来让心量 一 少出任何的语言 二 少出任何的文字 三 少出任何的思维 模式通通不能用推论的 所以 如果把这个佛法 用妄心来讨论 是没有办法 弃入佛教的真正超越的思想 永远没有办法 所以佛法 它不是学术 学术就是一种妄直 推论 而佛教讲的是真心 本性究竟 没有任何的结位 所以 为正相应的东西 事件呢 确实是很难 应该说是摸不着门 义贯 自则以政治观察 诸有违法 其性本利于能攀岩之心 以及所攀岩之法 为什么其性呢 意思就是 其性万法都是空无自性 空无自性 就没有能言跟所言 那么利于能所 既无能所 则达无分别 心之不可施以信量 此则是我所说为真心之量 然以正此真心量则 若能以心量自性之急处 真的能够令人所圆影 即无心之性 即无心之性 而则拒绝远离 达于本性 究竟妙境之境界 我方说此名为如来藏 心之信量 七八六全论 至二节所送者 为吉祖而明真 吉祖就是当 当下 孰地当下就是真地 真心 乃物者之心量 至此以下 为诵上面所说的 至妄想心量 最后显示如来 自觉静静 失色是第五 彼则无时事 诸音因失色 无事亦复然 有四种平等 相及因性深 第三 无我胆 第四 修 修者 失色是第我 意思就是说 这用种种的假名 这些名相 失色是第 所讲的这个我 也就是人我直啦 彼则无事事 可是站在圣能的角度看 其实没有那个我 那是因为妄直 不知道啊 妄法 空无自信 所以本来就人无我 彼则无事事 圣能能够有智慧 能够照进五印皆空 事实上不存在 那个人我直 所以无事事 就是人我直空 彼则无事事 缘其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当然人我直空 这句话就称托出所有的众生 活在一种痛苦的煎熬 就是因为不了解 无事事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我 既然一切法无我 反过来说 你执着什么 你在苦恼什么 你在追求什么 这就可以了解 只有佛了解世间真正的究竟之处 也就是歇集是菩提的道理 所以彼则无事事 根本不存在有一种人我直 而人我直是空性的 接下来 接下来 诸音 音 诗色 诸音是把五印分开来讲 叫做诸音 色音 受音 响音 行音 试音 叫做诸音 也就是他们的志向 诸音的志向 那么写一个音 就是五音的共向 所以啊 色等诸音 色受想行试 这个五音的志向 那么写一个音 就是五音的共向 其实也是一种方便说 如果把五音分开来 色受想行试 那么这个就有五种法了 所以诸音 音是色 我们呢 方便 安利的这个色身 所引现出来的 色受想行试无法 那么对众生来讲 这个叫做法直 法直 那么这个五音呢 它是一种 可以解读做志向 色受想行试 也可以解读做 共向 因为共同一个色身啊 那么试色 就是一种假象 方便的试色 无试 意思就是 对法上的执着 色受想行试 无法的执着 其实还是空的 就是无试 亦富然 这个五音 本来 无试 无试 这个无试啊 如果要把它 把它补上去 五音啊 本无试 这个五音 本空啊 本来就无试试 也就本来就没有五音啊 所以为什么 禅宗里面掺 父母未生前 本来的面目是谁 为什么这样掺 就叫你照见五音 接空啊 父母亲还没有生你的时候 有五音吗 没有 其实就是叫你照见五音 接空 所以这个五音呢 本来就没有实识 意思就是 法制 其实也是执着的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对这个世间的 所有的像 所有的法 安利 种种的名相 原意 再去把它制作这个法 所以法制空 就是五音 本物 十世 也就是法制空 逆复然 一二字 俱空 所以有四种平等 深处的智慧 用平等心 回归当下 智慧就深 底下 相即阴性深 相 当下即空 就是非相 这一段 就是 当你 弃入不恶法门的时候 智慧就大开 相 是指五音声 这个五音声 其实空性 那 这个相 这个五音声呢 不但是空性 而且 跟非相 非相 就是空性了 平等 意思是 相 与非相 平等 就是 我的五音声 跟你的五音声 其实都是空相 都是平等的 所以第一种平等 就是相 以及与非相 平等 当你能够回归 当下的时候 智慧就大开 当你看到一切 我相 人相 众生 相 兽子相 所有众生的五音声 究竟空相 究竟平等 你不会一相里面 假相 缘起的假相里面 分别 上下 高低 所以 第一个 相 回归当下的五相 究竟平等 叫做 智他 根 生 平等 这里还得注意一点 当我们讲相 体性本空 当下不二 非相 这个时候还不能找一个非相 这个非相 直接契录 相跟非相都不可得 还得注意这一点 所以相跟非相 相归归到当下 就是非相 就是空相 所以你见到一切相 都是空相 万法 本质 平等 还不能找一个空相 第二 因性生 这个因 究竟空相 空无自信 那么 生呢 就是一种果 因性 生 因性所生之果 是平等的 意思就是 因 空无自信 果 空无自信 换句话说 从四相来讲 这个因果 从两个 从次第的因果角度来讲 如是因 一定得如是果 这是从四相 方便 建立的一种次第 但因 回归到当下的果 统统是不生不灭 所以 因性 跟果性 是平等的 从四相 因果 也是平等 从理上 究竟不生不灭 仍然是平等的 如果你能有这样的智慧 你 当然 就能够解脱 所以 当一了悟 因果 平等的时候 你 智慧就 打开 因 当下 空无自信 平等 的果 还是空无自信 平等 第三 无我 胆 这句话是说 我 以无我是平等的 我是一般所执着的我 但是以佛所讲的 无我 体性本空 两个都空无自信 方便 安利 世间人造一个我 那么 佛陀为了破除我执 所以才讲一个无我 如果说造一个无我 仍然又恢复到我执 所以 我 以无我 它是平等的空向 两个都不可得 不可得 如果你 如果你 我 回归当下 能体悟到万法无我 那么 你的智慧 就会打开 你就不会 用我 我执 我见 存在这个世间 到处斗争 第四 第四则 修 第一个修是指修法 第二个是修者 是修人 能修之人 还有所修之法 这是平等的 平等的 而这个平等站在四项来讲 或者站在 究竟出来讲的话 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 为是一心 为是真如 那么这一段 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人空 法空 人我之空的时候 就会有四种智慧 平等的智慧产生 那么 意思就是说 你要 开大智慧 就看这一段 能不能突破它 我再解释一下 我们所用的假名 诗色的四弟 所称的我 其实 好好地彻底了悟 笔则 根本无事事 无事事 根本 人我直 其实是空的 这个色等诸音的志向 这种法旨 以及五音的共相 人相 人等 这是方便诗色的五音 那么 这五音 本来 五十四 也就是法之空 亦复然 前面这两段 是讲 人我之空 法我之 还是空 当我们 人我之空 法我之空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 平等的智慧 平等的智慧 为什么 以相 亦无相 平等 至他根深平等 所以我们到今天 第一个平等都不得了 上至皇宫贵族 下至凡夫走足 完全平等 你看 佛法 超越一切种族 超越一切种族 第一个都不得了 你不会看不起别人 也不会把自己拉得很高 为什么 究竟平等 相 亦非相 平等 这样智慧就产生 也是相 回归当下就是无相 就是非相 平等 那么阴空 果还是空性 还是平等 第三个 我以无我 还是平等 只是失色的假名而已 第四个 修法 以修人 能修之人 还有所修之法 一样是平等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 好好的体悟 那么就会开智慧 为什么说 能修之人 所修之法 是平等的 注意听 能修之法 能修之法 能修之人 所修之法 注意 法就是道理 道理存在人的心 人的妄想心究竟空极 所以 所修的法 能修的人 会归到一心 真如 还是究竟平等 无论你是讲相 无论你是讲法 法就是道理 法 无论你 法无论你讲的 所有的法都会归到无生的理 无生的理 就会归到心 心就会归到究竟处 就是真如 所以能修之人 所以能修之人 所求之法 因此我们每天在过着斗争 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把生命变成一种煎熬 都怪自己没有智慧 至于五因的志向 以及五因合合所施舍的共向的色身 也是假明的 并无无实事 所以在座诸位 你一定要好好的 看看那个火葬场的 一火化以后 你就发现真的无印皆空 不必到死亡 不必到死亡 真的无印皆空 照见无印皆空 所以把死亡 那个终点火化以后 剩下一堆骨灰 拿来现在用 就很好用了 时时刻刻 关到一堆白骨 一堆骨灰 那还有什么东西 能存在这个世间呢 所以啊 共向的色身 也就是假明并无实事啊 所以有的人 世间人讲啊 是佛真一住相啊 人真一口气啊 这个都是无聊错误 这是后来人乱乱讲的 佛真什么一住相啊 人真什么一口气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 统设一句话 没有把生命看到 究竟之处的 那个人 就是永远没办法解脱 诸因 指五因 指指向 因是色 指五因 合合所成之共相 说此处 我就是人子 我无实事 也就是人子空 因就是法子 因物实事 也就是法子空 有四种平等 以二子具空 故有四种平等至深 相及因性深 这是第一 第二种平等 相 为第五因相 意思就是合 意思就是合了 合五因相 就是至他根深之相 这里的地如果用合 那么就更清楚 相 就是合五因相 也就是至他根深之相 这个就是指相 以非相平等 为 怎么样 第一种平等 因性为诸法生起之因 其实是空无自性 身为所生起之果 合起来说 就是指因跟果 究竟还是平等 这个是第二种平等 第三种 无我等 第三为 我 以无我 平等 第四 修修者 修所修之法 修者能修之人 第四 第四种平等 为能修之人 以所修之法 平等 一贯 以假名 失色 是地中 所称之我 比 亦这个我 之无实在之事 只以色登 诸音之志相 法相 及五因 合会 所假 失色的 共相 人相 本来 无实 是 亦复然 如是观察 其他 人 法 俱空 则有四种平等 自身 第一 无因 自他根深之相 亦非相 平等 以及第二 诸法 生其之音性 以其所生之果 平等 第三 我 以无我 平等 第四 所修之法 亦能修者 平等 接下来 七八七 妄想 习气 转 有种种 新生 境界 亦以外现 是世俗 新量 外现 而非有 心见 比种种 建立亦以身材 我所为 新量 意思是说 这个世俗地 本来 空无自信 平等一项 并没有什么差别 这一段是指 但是 凡夫就不是这样子的了 这凡夫怎么样 什么叫做妄想 习气 转呢 这众生从无死无名以来啊 这个妄想的习气 转动得太厉害了 转就是 生的意思 当我们的妄想习气 一转动以后 便会有种种的 新生 就是 现行的 新世 生起 那么 现行的 新世 是指 执着 还有分别 便会有 现行的 种种心事 身体 种种的分别 跟执着 由于一直生 刹那生 刹那面 而且一直浮现 在每一个人的 清静心当中 我们的清静心 完全被掩盖 所以变成 新生 故种种境界 以心外现 而不晓得 那个心的 外面的境界 其实 是一种夜报 正一二报 并没有在外 从旧经义来讲 都是八世天宗的 种子跟心记 所引现出来的 这个叫做 世俗心量 那么这一期 意思重点 意思就是 什么是世间人 因为世间人 没有佛的智慧 世间人 无始以来 习气转动 便会有种种的 现行 新世生起 也新生 所以种种境界 以心外 显现 是世俗心量 意思就是 每一个众生 都逃不掉 一出生 从头到尾 就是一直 直至外面的境界 是他在利用的 他在过日子的 他所依靠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 世间会有 种种的不幸 就是因为 他依靠的东西 不是实在的 难就难在 内在 无始皆来的习气 太难处 虽然知道道理 还是隔时不下 放不开 接下来 外现而非有 外面 虽然现有 种种的境界 而非有 就非实在的有 你看看 什么像不空 那么你过去 你的生活 三十年前的生活 而今安在在 二十年前的生活 而今安在在 那就是你昨天的 也只是一个记忆而已 外面虽然呢 现有种种的境界 其实 非有 就是不是实在的有 心就是以自己的 忘心固 心就是以自己的 忘心固 怎么样 有见到种种的 法 种种的境界 种种后面 补上两个字的话 境界 或者是法 那就更看得清楚 或者是义 以自心 忘心 所以 建有比种种的 忘境 忘法 建立 因此建立了 内在的根深 这是一切众生 都执着 我印身为自我 同时 外在的财富 都认为 我的房地产 我的银行的 布置 数目 金钱 多少钱 都一直 依赖这个东西 存在 换句话说 给个希望 就是建立了 内根深 还有万一再的 一报的财 我说 为世俗之心量 注释 妄想 习气 转 有种种 新生 这书地 本来是平等的 了无差别之相 但是 凡夫的 由于内容 无始 妄想 习气 怎么样 赤地 转身 故令 种种的 现行 新世 生起 转 就是生的意思 境界于外 使世俗 信量 由新生 故 竟有种种 境界于外 显现 这个就是新生 所有种种 法生 这便是世俗之信量 那么外现 而非有 然 外面所现的 种种的境界 其实非有 为之心见 这一句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句看了以后 你绝对不会去贪图 什么舞会啊 什么热闹啊 你知道万法本质空气 叫你去横村那边 呐喊到 凌晨两三点 或者凌晨 五六点 才结束 你会觉得很累 所以诸位 圣人跟凡夫所过的生活 完全不一样 圣人所过的生活 是找到内心 真心的真理 生命以真理为主导 那么众生 是以向境界 为依靠 就是说过的生命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到底谁过的日子 才是正确的 你看看什么时候 有任何一个凡夫 带走任何一种东西 没有 所以我们过的这种日子 才是真正的 圣人所过的日子 虽然我们没办法达到佛的境界 但是你人生已经有目标跟方向了 原来所有的法都在这一颗真心 心见比种种 见利于生财 生就是根身为正报 财就是气势见之财 为依报 为一致妄想心故 见有比种种法现 因而妄建立 一阵之根身 及之财等法 见利就是成就意 单单这一关就非常困难 虽然道理知道 叫你拿钱出来布施 都已经很困难 一定要签令习惯了 或者是把我们这个五应生 布施出来也很难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 众生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义贯 书弟本来平等 并无差别相 然一父一内有无时 妄想习气转身 故有种种现行之心事 赤地生起 有心生故于是 见有种种境界以外 显现是为世俗之心量 然而外现之种种境界 而时非有意义之妄想 心故 见有比种种法 以此而妄建立于 一阵之内根身 以及外之财等法 这个就是我所说为世俗之心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凡说普天下的人 没有一个人 把内根的五应生 还有外在的财产 看得开 从另外一个角度 没有一个人看得开 要看得开早就变作圣人了 苏佛义尊有保持心 要几粒水垢来 可以 要几粒水垢来 现在就在出义荷包 整整的财产都拼给你 这没什么可能 这没什么可能 苏佛你爱吃啥 也是几粒水垢 这个就是 那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人家要这样继续生活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立场不同 因此 所指跟不指 还是讲内在的心的东西 内在心的东西 全论是二句所明者 为其真成熟 是为明者之心量 此为诵上面长行当中 以赴因 种种义 而生妄想 种种义 就是万法 种种法 种种境界 义就是法 法就是境 境就是象 法义境界 象 指的都是同样一种东西 种种义 种种法 种种境界 种种象 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而生妄想 而生妄想 产生了种种妄想 这种东西 我们再讨论 我们再讨论